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做出多项国防高层人事异动 包括任命新的代理国防部长 华尔街日报报导 由美国官员透露 川普政府准备任命美军印太司令部新司令 接替即将退役的戴维森 预料任命现任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基里诺 主长美军在亚洲的所有军事任务 捷克参与议长维特企业访台 引发中共跳脚抗议后 一家中国进口商 随即取消向捷克佩卓夫公司购买钢琴的订单 但据报导 这家知名制造商出口中国的生意已经恢复 还另外接到台湾的订单 日本日前决定针对延期到明年的东京奥运与帕月 外国观众入境 不需隔离14天也可搭乘大众运输 日媒2号进一步报导 届时外国客不需接种过疫苗 但会要求安装防疫APP 新唐人眼的电视整理报导 新唐人眼的电视整理报导 新唐人眼的电视整理报导